几场后再停中国足协旗下的中超比赛 对 就是中超停两场 然后其他的那两场比赛 你可以拿中超和预备队 然后就相当于一轮就顶两场了 是 对吧 有的呢就是足协杯也得停 先来看迪安涅这次想扣 迪安涅这个想法不错 扣过来拿右脚射 但是顾操这个球防的还是挺清楚的 对 总体来讲呢 今年中超的比赛的质量呢 较之前外援多的时候 多多少少我觉得有点下降 尤其是赛季初的几场的比赛 那段时间大家这个外援啊 因为本身呢还是蛮多的 就是在搭配外援 如何去进行一个分配 还没太有经验 还没太有经验 对吧 来看这次的进攻还要闯啊 这买提江是挺无私的 再给到 好球 阿清鹏坐得漂亮 在船门前 球进了 球进了 这个球还真是传进去的啊 是的 呦 有准备 有准备这是干嘛 呦 这是什么 这是他的家人吗 应该是家人啊 有点感觉像母亲啊 甚至祖母那种感觉 祖母 旁边是他妻子 反正两个人 对 两个人 迪亚涅是塞内加尔人 我说 那个 里边那个是披着白纱的 嗯 塞内加尔人你好像也披着白纱 这个就太懂了 那边像西亚的啊 还不说这个迪亚涅本身还是蛮有爱心的啊 其实之前我们也看关于很多一些就是迪亚涅把很多这种球鞋送回到非洲 给一些这当地的小孩们啊 嗯 就像一些足球装备 没错 这个球的点睛之比在于这下 对 阿清姆鹏 哎 这个敲的分量很好 而且是顺着这个 比如说球员的跑动线路给的 是 咱们说阿清姆鹏这个球员 就是从这一家人看的话 这个球伤的还是挺高的 啊 另外霍亚康今天本身状态也不错 他这球给的也也挺舒服的 没错 这样的话 天经毅力1比0了 在主场连接着迪亚涅的进球 领先着荷兰牵 这也是 这士特利克上任之后 这迪亚涅确实给激活了 对 这是迪亚涅本赛季的第六个进球 至于人家还